西特勒是个真实的战争疯子 这些大杀器还好没有完全投入到战场中 战争足以毁掉一个文明 却也不得不承认 有时候战争也能促使工业水平发展 就好比二战时期的德国 这个国家对待事物的细心与谨慎 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而二战时期最出名的德国纳粹就是西特勒了 至今为止他的名字也被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所知 西特勒不仅是个战争疯子 他本身还是一个对于艺术极其有品位的人 当然最终这些艺术细胞全都被他用在了战场上 其实之所以纳粹德国可以在二战战场上嚣张跋扈 靠的不仅仅是他们那强大的军队 更重要的是他们当时领先于全世界的科技水平 今天就来回顾一下纳粹德国的几个黑科技武器 首先要说的就是V-2火箭 这是一种地对地弹道导弹 同时更是世界上第一个超音速的火箭 V-2其意义未爆复性武器2 在1944年9月6号到1945年3月27号之间 V-2火箭共计发射了3745枚 其中有1115枚打到了英国 其他的则是发射向了其他欧洲各国摧毁了无数的城市 第二个便是属世坦克 不要被他的名字所迷惑 这是二战时期德国宝石杰公司制造的重型坦克 重量达到了188吨 即便是放到现在 也是世界上最重的坦克 要知道一般的主战坦克的重量也就是60吨左右 这项杀器的护甲达到了240厘米 几乎可以免疫当时的所有坦克炮弹 也就是说 如果这种坦克投入了量产 那么在战场上降会是一个无敌的存在 索性制造周期太长 一直到德国战败 这种属世坦克也只是生产出了两辆样车 还有九辆半成品 所以这款坦克并没有被投入到战场当中去 第三种则是古斯塔夫巨炮 和属世坦克不同 古斯塔夫巨炮已经成功地生产了出来 但也只有机会开了一炮 之所以叫巨炮 是因为这台巨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炮 本体的移动只能依靠铁轨 巨炮长有155英尺 重量大概有1350吨左右 炮口直径更是达到了800厘米 装填一次弹药需要300名士兵同时行动 并且还要依靠机械掉臂的帮助 可以发射10500磅重的炸药弹 还有16540磅重的穿甲弹 其设计目的本身是要用来击溃马奇诺防线 在1941年的时候 古斯塔夫巨炮被用来攻打高加索石油区 一炮直接将苏联军队地下30米的弹药库摧毁 第四种其实准确来说还处在试验阶段 并没有投入到战争中去 名字叫做纳粹中 这是一种利用自旋共振以及自旋极化的尖端 反重力装置 形状很像一个中 攻击方式和飞机一样 属于空对地 据说当时的纳粹德国已经生产出了样品 并且进行了实验 这个大杀器升空之后启动了攻击模式 所有暴露在纳粹中作用范围之内的动物和植物 全都在几分钟到几小时之间被分解 或者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烂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东西并没有被投入到战场当中 否则绝对会引起相当巨大的伤亡 第五种叫做纳粹飞碟 光看名字会觉得天方夜谭 玩过红色警戒之游里的复仇这款游戏的朋友 应该对游戏中游里所生产的磁悬优服有印象 而德国的纳粹飞碟和游戏中的磁悬优服形象很接近 或者说是二者都比较接近UFO 该项目在1940年启动 活动代号为乌兰鲁斯行动 并且成功研制出了试验品 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200公里 并且可以在空中悬停 1945年的时候进行了第一次试飞 三分钟飞到了15000米高空 飞行速度达每小时2200公里 并且真正实现了空中悬停 是不是很像UFO 只是后来德国战败之后 盟军之在德军遗留的技术资料中 发现了飞碟的照片 并且在仓库里找到了飞碟的残骸 成品已经被尽数破坏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相信对于最后一个纳粹飞碟 看过的朋友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至于说希特勒曾经见过外星人的事情 是真是假真的说不清 但是不得不说 当时的纳粹德国所掌握的科技 即便放到现在或许都不落后 我相信这位纳粹德国所掌握的科技